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討論蔡天府案 我們知道今天有很多新聞 國際新聞, 馬克宏這個情況 也有香港冰球協會的事件 遲些我們有機會再討論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桑普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 贊助課港美本人 以及多多去subscribe patreon, 恨辭呼籲 我們再繼續討論關於蔡天府案 我們講了很多次 我記得講到現在 已經這一集第34集 《港彩天府案》 很多人就說 《港彩天府案》 已經沒有什麼很新的資料 或者新的情況發生 我近幾集都主要講 《金牌娛樂》 這個所謂中國共產黨下面的自媒體 內容農場所做的事 我再重複一次 每一次講我都重複一次 不要盡信內容農場所說的事 但他之所以被容許說話 一定有原因在裡面 以這個內容細心咀嚼 未必是真 未必是真 但自己從中去推敲 以及他思考到一些重點 可能我講過的 可能沒有講過 我們堅持原則 有新了 有新事實 才會跟大家去報告 才會跟大家去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這宗案件 不要等這宗案件 好像在自己的記憶中消失 到一個月兩個月 誰是彩天坊 完全不記得 這宗案件 不是只一宗冤案那麼簡單 是牽涉到很多很多 中港之間的洗錢交易 這些東西就是冰山一角 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在這方面 多多了解這方面的一些 細節 希望大家多多 多多的記憶 我們經常都說拒絕為望 到這宗案件 五月初才會再提堂審理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這宗案件一定要畫下去 而有新的人士 如果大家在香港 如果自己想做私家偵探 合法這樣做 大家不妨多多畫料 如果畫到真實的資料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明白到公義 而是需要維持 而不是只有口說的 口說是必要條件 不是充分條件 但是一定要將它講清楚 我這節主要是讀四篇 在昨天4月9日和今天4月10日寫的文章 希望這些文章裏面 至於行間我會推考分析 希望我完整地讀到這四篇文章出來 和大家分享 第一篇是4月8日 4月8日有的 就是這個題目叫做 談家缺錢 母親難倒 蔡天峰遇害最大的不幸就是家庭因素 開始說的是 想focus 包括蔡家 蔡天峰的媽媽 五姐 是一個難倒椅 這個難倒椅 需要人家去扶持這篇文章的意思 文章就說 蔡天峰遇害案現在越來越清晰了 我跳過一些不必要的部分 畢竟 她說 蔡天峰賣了 前夫一家無處住 女方似乎因為離婚 想拿回自己的東西 這就是一般官方的說法 但其實這篇文章就說 前夫一家 即旷家的一家生活 實在太過癮了 好像欠前夫這樣 去靠接濟被當作應該的 即是收人家錢財 就覺得人家應分給自己的 當得知要賣了豪宅之後 心念一軟浮作案 即是心念一飄移殺人 這個真是不知好歹 蒙蔽自己好事壞事總在一線之間 文章就說 可當初登記時 已經登記給前老爺了 這就是致命的錯誤點 而既然登記別人的名下 就不應該去硬要收回 或者賣了 導致有這樣的悲劇 所以這件事之後 我想在整個中港的洗錢產業典 會發生一個變化 這個變化就是說 人頭戶 要是慎選 要是有制衡 甚至不用人頭戶方式的處理問題 用公司、企業方式去處理 可能會更加好 雖然網上的報導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但很多人 更加有利於罪犯 不是善 對他有效的意思 雖然網上的報導 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蔡天鳳要在這個時候賣樓 他真的要探錢嗎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蔡天鳳遇害 原因有兩個 一 就是他的媽媽 不借、難賭 欠了屁股的賭債 都是靠蔡天鳳來還 所以說蔡天鳳本人的經濟壓力很大 第二 就是現任丈夫譚某一家 即是譚仔 譚方俊 他爸爸譚澤坤 賣到譚仔米線 賣出去給遠歸濟面 之後 這個譚家就把錢拿去放高利泰 是因為現金流出的問題 他現在被釘上 蔡天鳳這塊樓 希望女方變賣之後 將錢拿回來周轉 所以說蔡天鳳與外 與家與害 是家庭原因數有莫大關係 就是基本上 一堆賊 當然 前夫一家的做法顯然天理不容 即是女方同樣 不應該去討回送出去的東西 他對身邊的人 比對自己更上心 他的身價不非 但是他擔心的 不是自己的前家人 和自己的兒子 給前夫家的工作 和恩賜 就連生命最後一刻 都是為了負責 孩子的日常 接他們放學 和安危而過 這樣的人 不應該遭遇到 這麼不公的結局 就是對他不捨 蔡天鳳命案 其實有很多疑點 而且鄺、譚、蔡、三家 人人都各有問題 所以整件命案發生至今 不可能和蔡天鳳賣樓 這麼簡單的事情 再加上前老爺 既然要 譚家付起 律師的訴訟費 細漢這三家 有著令人不解的關係 背後一定有 不為人所知的動機存在 一家人要一個女人養 即是不要臉 這個女孩對人實在太好了 人一旦養大胃口 就會欲取欲求 真的會有一天 有一天給上天 給神算計 有一天 就會被這個神去懲罰 最後自己算計自己 有時候人家 就看到 自己認為 對人家好 不見得人家感激 主要是因為 小孩子 都是副家 也不知道 小孩子判給誰 不過副家 一家人都怪怪 這個礦家 一家人沒有工作做 就是有案底 或者有債務糾紛 這種人已經偏離了 正常的生活軌道 正常的心理和想法都已經不正常 有個親戚都是這樣 沒有正常工作 嘴巴說的比天地更高更大 其實什麼都不是 就是把自己想得太偉大 但就不知道自己的宇宙裡 什麼都不是 人一旦把自己想得太偉大 就顯然變得很渺渺渺小 過度的自大了 有錢不代表一定大方 對人家那麼好 還未亡因負義的 即是看到激氣 今天 蔡天鳳不止是對了她前夫的婚姻負責 還幫了你的家人衣食住人 全部包起來 到底你們哪來這麼面皮 去敢害殺害家人 真是完全看不明白的 蔡天鳳上了前大伯的車 即是這個曠港傑的車 還去接孩子放學 途中被殺 既然殺人犯計劃 蔡小姐在去接孩子的路上殺人 那麼 殺人犯一定會預計到 那個子女需要人家代替蔡天鳳去接 那麼問題來了 蔡天鳳被殺期間 安排把小孩接走的是什麼人呢 這是好問題啊 好少人問到這個地方 當日她的子女是誰接走她的呢 因為只有殺人犯知道 兒子的媽媽在他們放學的時候 已經不在人間了 所以一定會安排別人去接孩子的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調查 學校一定有很多CCTV的 接走她的哪個人呢 以及哪個時候 用什麼方式去接走小孩呢 這些警察絕對可以調查 但是警察不說 警察為什麼不說呢 那麼人家有很多事情不清不楚呢 那麼這件事是很大的疑點 所以這文章提出了一個新的疑點出來 這件案件讓我深信 不要再太相信他人 你這九分真的要下正確的決策 透過對話 透過說話 透過談吐 是氣質善良的好女人 才能夠真是我們值得垂青的 希望這一次 但是這次蔡天鳳 是不是就是說 說話談吐氣質善良呢 我就不敢說 這篇文章說 但我就是有保留 願這一次主謀同謀這些非人的擺淚 能夠快些報應在自己身上 請媒體發揮 嘴上功力 讀他們 那我覺得又不需要讀他們 我只是說 做這些事 揭露真相是重要的 所以共產黨那些刀手 這些內容農場寫東西 充滿了一些暴侶的氣息 那麼他說 願香港能為此案立下特別法案 可以依受害人所受的痛苦 全部報應在家害人身上 我都不知道這個金牌語說什麼 什麼立什麼特別法案 要報應在家害人身上 我覺得這件事很荒謬 基本上以現任的法例 都有謀殺罪 可以判處終身監禁 那為什麼你要立什麼特別法案 或者什麼特別法案 根本上這件事情 不是立法的問題 而是執法的問題 而是搞清事實 判處有關人等刑罰的問題 還有不要放過謀殺以外的洗錢問題 但我肯定 香港中國政府的法庭 還有檢察機關 一定放過洗錢 只是針對謀殺 針對謀殺很容易 還有青紅蘿蔔湯 抓了那幾個人 抓了幫他們走路的人 抓了那六個人 落了禍 這些就是困定這幫人殺人犯 而這件案件 怎麼只殺人這麼簡單呢 裡面的問題 如果不解決 就會很多人因為這樣而死 多少條線路都是洗錢的問題 而你洗錢的東西是殺機 你想想想其他線路的洗錢 都有殺人動機 你今天只是困定謀殺 而不清理洗錢 即基本上是共產黨和香港政府 共同的共業 那你說什麼推上共產黨 說到今天談家 他的錢從哪裡來 從日本來 從美國來 從英國來 外國勢力 那當然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偉光正 你這幫這樣PK的政權 導致整個產業鏈的崩潰 那你說局部共產黨的貪官 你認不認識中國 全中國的官員無關不貪 包括溫家寶 以前有些民主黨的垃圾 香港民主黨的垃圾 香港民主黨的垃圾 不是香港民主黨的垃圾 不是每個垃圾 是某個垃圾 張文光的開名也說 以前在千禧年代 說溫家寶是一個 備受挑戰的總理 但是他好人 我真的不知道到時候 當揭發了 有那麼多 溫家寶的 洗錢的弊案的時候 他是不是暗春 一句道歉都沒有 一個反省都沒有 而且還覺得有開名派 可以跟他互相聊天 可以說 不是蠢就是奸 我希望他是蠢 第二篇文章 4月9日 題目叫做 蔡天婦母親欠下高額賭債害慘女兒 現任老公也都是罪魁禍秀之一 當然這些 浪漫牆要報一些新聞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但是他能登出這篇新聞出來 基本上擴定了蔡也有問題 婚姻一定要說 門當戶對齊頭並進 貧富袁恕太太根本不會有好結局 其實我覺得不是 就是這些是 共產黨中國於父封建 垃圾專制社會 如表法律社會裡面的垃圾 婚姻一定要說 門當戶對 我就說 婚姻說的就是 男女雙方彼此的預期 是對對方不會有 痴心錯負的地方 大家會預計到 譬如你嫁過窮老公 你覺得窮 行 不會要求他發達的 不會經常說 你不發達 天天在呱老公 或者老公覺得老婆 你是一個 就是窮家女 幫不到自己 在錢上面的發展 但是覺得互相相愛 這樣已經可以了 不是說 門當戶對 不是一個家庭的門當戶對 他覺得 貧富袁恕太太 根本不會有好結局 有什麼不會有好結局呢 其實問題就是 貪婪 預期不實 這些才會有 不好結局 還有 離婚之後作為媽媽 可以探視兒女 但不能和前夫 和她家人 產生過多的交會 對於現任不公平 對於自己 亦是一種 亦是一種 太多的交會 對現任丈夫 不公平 對自己 亦是一種 這個就是 這些所謂的 想法 文章繼續說 香港名媛 蔡天鳳的事情 非常有代表性 她的善良沒有問題 離婚作 離婚 依然請前大伯做司機 逛港傑 買樓給前夫家的一家人住 用的是前老爺的名字 可惜換來殺身之禍 只不過她遇害的 只是表象 將她拖入深淵的 就是她媽媽 五姐 還有她的前夫 即是習慣了 炎耀自己的財富 特別是在短視頻 short script平台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些錢是靠賭錢贏回來的 賭債一大堆 只不過上年賭債的 賭錢的 哪裏有不輸錢的 蔡天鳳的母親 都欠了很多賭債 我經常說 有些評論人 欠了一大筆債 於是乎 十到十一筆債 她自己繼續掘自己的墳墓 最後呢 變節 做盡壞事 好多 OK 不止評論人 很多人都是這樣 賭 旺賭 毒 其實是惡性最大的 因為不止 使你成為喪屍 還要咬其他人成為喪屍 講白了 這麼高調 這就是為了拍照 香港的富友人家 經歷了幾代人的洗禮 那種 涼胎裏面 帶出來的富友 真的很平常 根本不想出來曬 整天蔡天鳳的媽媽 拿個包包出來曬 拿個包包的手袋出來曬 這種行為 不是一個名媛所為 她的女兒一模一樣 為什麼要曬 吸引買家 為什麼她要買家 買袋 賣袋 收錢 錢 再捲上去 花錢用途 就好像窮人去吃自助餐 味道是怎樣 肯定不是太介意的 但是呢 一個人吃了海鮮 吃了哈根達斯 這些東西 就立即貼圖發給朋友圈 就不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在有錢人的圈子 圈子來講 是稀鬆平常 你自己窮人 碰到這些東西 就自己覺得好 碰到這些 知道這些富氣 分享給這些窮朋友 結果什麼呢 是滿足自己在圈子裡的虛榮心 令大家羨慕 羨慕是空羨慕 妒忌是空妒忌 最後 為的是博取大家的一種 青來 在2019年開始 2019年開始 在網上曬照 曬自己愛曬的東西 但是沒有曬自己行業 沒有自己成功的生意 沒有生意 沒有行業 你的包包 你的手袋是哪裡來的呢 除了拍照也是拍照 除了曬也是曬 真正的有錢人 根本不會這樣運作的 當然 這些照片 應該是個女兒 在這時候拍攝的 滿滅幸福 但是現在個女兒走了 而且還死得這麼慘 放在任何媽媽身上是頂不住的 畢竟 她也沒有做過傷害我們大家的事 女兒走了 作為媽媽應該是很傷心 只不過 要不是因為欠了很多賭債 要蔡天鳳賣了房子 給她周轉 蔡天鳳也不會這樣死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都會明白 所以她這宗案是完全不簡單 我提出一個 我也要插一句話 我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媽媽欠出一大筆賭債 如果真的欠賭債 如果真的欠賭債 我不敢肯定 如果真的欠賭債 導致這個事 很多事情都會說得通 但是我就是說 沒有實證 我不會跟大家一定肯定 誰 大家提出一些質疑 拋出一些假設出來 但我要問的問題 這個比較重要 就是今時今日 整條洗錢鏈斷了 狂價拉了 沒得做 你斷了這條鏈 那這個 洗錢是否繼續營運下去呢 尤其 譚家 是否完全失勢 倒閉呢 似乎沒有這樣的情況 感覺呢 在案件發生到現在 譚家 都發揮一定功能 而譚家 無法獨善其身 他以前是靠蔡家和鄺家 現在鄺家斷了鏈 怎麼算呢 蔡家 蔡家還剩下誰 蔡天鋒毛 那些包包怎麼算 這麼多積壓的資產 包括那些手袋 包括那些物業 怎麼算呢 譚家一個頭兩個大 在這個時候 記住有一個 暫時要利用的角色 就是 吳姐 蔡媽媽 共產黨也說蔡媽媽 香港人不會這麼說的 蔡太 蔡太 這個吳姐 究竟是否繼續幫譚家洗錢呢 This is a 1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所以如果真的要釘洗錢案的話 不只要釘譚家 還要釘蔡天鋒的媽媽 五隻 要釘上去 而且他案發之後 那些行為非常奇怪 又說自己什麼 報夢給他 發夢 報夢給他 大包 這件事很奇怪 即是 今時今日 搞這件事 原先他們的計劃 尤其是共產黨 和譚蔡兩家計劃 就是框定 曠家 將所有的葬水往他們潑 現在去到這個位 蔡天鋒的媽媽 有沒有人報呢 有沒有人跟蹤呢 香港有沒有人 真的請私家偵探 去跟蔡天鋒的媽媽呢 蔡天鋒不是回到中國呢 回到中國做什麼呢 是不是蔡天鋒的媽媽上升呢 在譚家後面的線上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沒有譚家那麼多錢 那怎麼辦呢 而且你是大罪之身 你報夢 人家說被報夢 知道你女兒哪有死 哇 越野越多嫌疑 如果你是共產黨 你會不會用蔡天鋒的媽媽 當然不會 但是你短期內 你都要用她 為什麼呢 很多積壓的貨 資產在她手上 在女兒手上 正如在她手上 這一個呢 好值得大家 完善追殺 那文章繼續說 當然啦 這些照片都是女兒在的時候拍的 很幸福的 那麼 看到 如果不是欠債的話 根本就不會賺命 OK 你剛剛講過 其次呢 就要講到蔡天鋒的現任務 的Chris 就是這個譚方俊 據悉譚家賣了自己的 產業 譚仔米線之後呢 就把錢拿出去放高利泰 但由於資金流轉問題 需要蔡天鋒的現金流去支持 然後 畢竟這套樓呢 七千萬港幣 拿到手 真是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說 譚家迫著蔡天鋒去賣樓 對這件事的罪灰禍首 好 其實 只要不賣樓呢 礦家都不會痛下殺手 其實我覺得這個跟賣樓 賣樓沒有關係 這個是文章的說法 我覺得跟賣樓沒有關係 OK 我是跟這些 洗錢的豉油關 跟搭樓 是一個 表面的談枝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原因 本應該讀書的年齡的他 採天鋒出嫁 應該經歷即場歷練的年齡 他就在這裡帶洗腦 到此進入明理長光有光鮮的 亮麗一面不知書本中的龍夫和蛇 就是 農夫養蛇 對蛇好 最後是蛇 最後是吞醒農夫 就叫做 叫做 恩將仇報 不知社會上 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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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說得挺好的 首先 能做大生意的人 不懂得人性 是做不起大生意的 而且大生意都是由小生意做而失 經過很多的跌跌蹦蹦 了解人性 你才做得好大生意 做政治都一樣 說這個母親太善良 這個結論太草率了 只能說是母親的教育方式 應該過於感性和片面 其次呢 就是這個單純 給子女按照自己隨性的生活方式 沒有條件支持子女 而且沒有灌輸 或者提醒子女社會的黑暗面 換句話來說 就是對自己的能力和條件 太過自信 以為自己可以掌控所有 都可以擺平子女 可能出現的困難 這個就是不得了 現而 但是呢 現實 打敗了這位母親一開始的僥倖心理 明理牆上對人性不配任何幻想的母親 恰恰就對子女的人生很有幻想 這個就是因果了 蔡天鋒的爸爸媽媽都是經商 哪怕是經商頭腦和運氣 或者是發牆命 都是運社會幾十年 怎可能覺得世間都是美好呢 而且他生活在上流社會 才看到 就是他2016年生活在上流社會 才看到上流社會 那些多面派的人 人前人後兩個樣 三個樣 十個樣 感覺在感情方面 和這個三星的長公主李富珍一樣 輕易被如此門不當戶不對的 鳳凰男三言兩語就違和了 你要這樣說 家境富裕的女孩 更加需要提早看清社會和人性 更需要父母的子人 死者太可惜 太過私放鬆自己的情慾 如果多讀幾年書 多受幾年教育 大概認識渣男的機會 都是降低很多 OK 那這次因為太長了 我有兩篇 即是關於4月10號的文章 今天的文章 我們明天再讀給大家聽了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三個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和繼續去利用 Superfans function 火金 希望大家支持 我們下一節 講其他時事議題